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但2024年的申请条件有所放宽 加固房屋范围从原来的1980年延伸至2000年之前建造的房子 或地基位于不平整高地的房屋 目前有两项计划可以帮助居民成功申请支架加罗栓改造补助金 如果您持有加州地震局地震险 有资格通过CEA Brace加Boat CEAP计划获得资助 没有地震险的民众 包括不符合CEABB资格要求的CEA保单持有屋主 可通过加州住宅减灾计划运营的APP计划获得补助 家庭收入在87,360元或以下的房主 也可能有资格获得旧房加固补助金 1月16日 南加州城县的居民被警告食用生蚝可能患病 洛杉矶县和圣地亚哥县上周也收到了类似的警告 美国FDA10日警告称 圣地亚哥县爆发了诺如病毒疫情 该疫情与去年12月从墨西哥索诺拉进口的生蚝有关 多达41人被确定可能因此患病 几天后 洛杉矶县公共卫生部表示 他们正在调查一起群集性胃肠道疾病事件 这些疾病与四家未居民的餐馆有关 这些人都使用了生蚝 公共卫生部门没有具体说明 疾病是否是诺如病毒引起的 或者是否与圣地亚哥县追溯到墨西哥的相同的诺如病毒爆发有关 官员们认为 与圣地亚哥疫情有关的特定生蚝只能通过餐馆 包括呈现的一些餐馆和批发商买到 该产品被标示为Rocky Point Oysters 由位于索诺拉巴伊亚萨利纳的GoPack包装 餐馆或其他购买过这些生蚝的人被敦促扔掉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 1月17日公开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新闻发布会上对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的评论 他指责毛宁发表低级粗俗的言论 侮辱总统和菲律宾民族 中非两国在外交言论上升高对抗的激烈程度 自两国建交以来罕见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15日向当选台湾下一任领导人的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表达祝贺之意 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6日在记者会上答复记者提问时说 我们建议小马可氏总统多读读书 以正确了解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 从而得出正确结论 当天还满红阳造成玻璃 育像长路特别黄奏 小马可氏总统多读书 当天还满红阳造成玻璃 小马可氏总统多读书 当天还满红阳造成玻璃 离松上其他的工程 胃炸製来看台湾问题的 一条小马可氏当初